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上个月9月的时候发生了花莲大地震 在花莲有我们米的生产者 因此邀请社员们来集结共购的力量 帮助我们的生产者 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同时在10月29之前 也有支持本土农粮的推广活动 有一些产品都特别挑出来 给予大家推广价 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那在这一集里面 我会特别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本土黑豆拌酱 大家对这个产品很陌生 但是当我听到期划部跟我讲 我们这个黑豆拌酱是怎么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要帮他想一个 适合黑豆拌酱的料理方式 大家反映是觉得它很咸 味道很重 因为它是我们在做 本土黑豆酱油的时候 量的那个黑豆 想就知道说 它当然咸 而且当然味道重 因此我就在想 它应该比较适合有汤汤水水的料理 大家看到我煮饭的时候 拌了一点点的黑豆拌酱进去 不用多 但是你会发现煮出来的米饭 特别好吃 因为会有一点咸香的味道 这边看到的是 我在煮我们花肉色香肠 大部分都是这样 先水煮 然后在锅子煎上色 这里是介绍到油葱酱 油葱酱我做过非常非常多的示范料理了 水帘我大部分都会这样做 再加一点油葱酱 你就会觉得比较有味道 接下来看到的是 我怎么煎蛋 真的所有的食材 比如像这样要煎东西的时候 你越少去动它 它就会越完整 我盖上锅盖 焖大概一分钟左右 因为我想要蛋黄 是呈现这样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还太深 你锅盖再盖回去 再稍微焖一下 都不用翻面啊 不用弄 但它就会很完整 这边另外再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本土黑豆酱油 它是所以称本土 是因为它使用的是 我们台南五号的黄仁黑豆下去做的 这个是台南农改厂培育的品气 它质力很大 所以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 那我们的黑豆拌酱呢 它就是我们要酿这个黑豆酱油的原豆 跟盐 所以它味道会比较重 这是一个全食物利用的概念 像这样跟大家讲 大家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黑豆拌酱 那么为什么它的味道会比较重 因为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把它放在汤汤水水的料理里面 而不要把它直接拿来 当你煮好的食物的拌料 因为这样味道真的会太重了一点 像这样讲 大家就明白咯 我们要怎么去料理这个黑豆拌酱 同时本土黑豆酱油呢 我会建议大家拿来当沾酱用 这样会是最好的利用方式 这里看到我煎好的蛋 我就有一点点油葱酱 然后再倒一点黑豆酱油 它就非常的好吃 在这一集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本土黑豆酱油 本土黑豆拌酱 还有油葱酱 相信大家会更清楚如何应用它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